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之后说那村里的新鲜事还真是不少 这春风村不是很大 可是用十里不同天来形容它 那叫一点也不为过 不同的地理位置 不同的地貌 使得春风村的三个村民小组 有着各自独特的景色和生产生活方式 小胖说了 说自己去过那么多的地方 可是在这春风村里有好多的新鲜事 它还是头一次见到 闲话少说 咱们这就去看看春风村里的那些新鲜事 春风村位于四川省军联县城的滕达镇 分别由春风 中沙 龙唐三个村民小组组成 这些天 家住在春风小组的陶光新非常忙 他说自己家山上石头缝里 长出来的红宝石丰收了 这礼都基本都熟了吗 对啊 都熟了 都可以吃了 你们可以尝一尝的 这些就可以吃吗 可以 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无公害的 没有什么农药啊什么都没有 没有 我们这原生态的 基本没有什么农药啊 什么其他化肥啊什么都没有 我这树上好多啊 哎呀 今年丰收啊 丰收了 原来啊 当地人所说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红宝石 指的就是礼子 春风组这里属于卡斯特地貌 石头比较多 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直到有一天 村民们发现 礼子不仅在这里生长得比较好 而且经济效益也不错 所以这里家家户户都种礼子 陶大哥跟我们说 由于礼子树生命力顽强 所以在他们这种石头山上也能种植 因为他们的礼子是生长在石头缝里的 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 石头能够吸收热量 并且保存到晚上 所以在石头缝中生长的礼子 要比在泥土中生长的礼子 在吸收热量的时间上要长一些 所以这里产出的礼子个儿大味甜 现在每到礼子成熟的时候 就会吸引大量的游客来这里品尝礼子 购买礼子 你是从什么地方过来 是春风的人吗 是 我县城里面的 居年县的 经常来这儿吗 经常来 每年都来 三月份 我们来看礼花节 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来接着礼子 一家人 我要把我妈 我女儿一起的来 这女儿 这是你的一家人 一家人 都来摘礼子 吃礼子 礼子味道酸甜 能够促进胃酸和胃消化酶的分泌 而且还能促进肠胃蠕动 所以有改善食欲 促进消化的作用 你们这采摘也要给钱吗 它也有白斤的 有十块钱 你为什么不买现成的呢 自己这么干净的 自然这样 而且天然干净的 舒服点 舒服点 而且能边摘边吃了 而且一家人在一起 都很快乐 近两年 由于春风村的李子名声在外 游客越来越多 所以村民们 有的开启了农家乐 一方面可以为游客 提供一些特色食物 另一方面 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陶光新 前几年和老婆 开了一个农家乐 有游客的时候 他这个果农 就会抄起家伙 转变成大厨 他还说 游客们非常喜欢吃他做的菜 并且有一道菜是必点的 那就是豆花 陶大哥说 只要做豆花 就要到山下的泉沿里 打两桶泉水 因为听祖辈说 加入这个泉水 做出来的豆花 味道格外清香 来来来 小胖你看 尝一尝 这个水 跟别的水有什么区别 直接就能喝 可以喝 想想了 这个是山泉水 会会怎么样 凉凉的 还有点甜 你说这个泉叫什么 叫龙岩泉 龙岩泉 是哪个盐呢 这是拖叶那个意思 那个龙的拖叶 刚才我喝的都是龙的拖叶是吗 拿这个龙的拖叶的水 来去做这个豆花 这个泉水有多少年 你知道吗 这个就不清楚 我估计盘管 开天就有了 那个时候也是 好 这个我知道 这个放在里面 树叶水不会溢出来吧 就是感觉不会溢出来吧 扁的我也不会扛 帮不上你的 没事 我们农村人习惯了 在春风村 传统的豆花 除了需要龙岩泉水 还需要用到石墨 在这个机器代替手工的时代里 使用石墨做豆花 反而使得游客们耳目一新 许多游客都要亲自体验一把 推石墨 墨豆子的过程 不错 对 这就是一个人 就是小礼 就是小礼 小礼 你给人家 我一个人 就是小礼 干着什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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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走啊 这边还有 看着 你是不是这礼子吃完了 你是不是这礼子 对对对 就是你 天不得你 就是这礼子吃的 金头 我们的编导小胖看着人家推得这么轻松 也想上场体验一把 不过小胖啊 推石墨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哎呦 哎呀看来你不是 你不是我们这 这个要有点强烈的 哎哎哎哎感觉是好 不是啊 这个冻花好吃 磨豆子很辛苦 还是你知道吗 这个不容易啊 小胖啊 还是让人家会推的来磨豆子吧 这位大姐知道你的力气大 可不能把人家的石墨推坏了呀 看来还是你吃 到底吃 你看 哎呦 我当过都吃了 到脚了 春风族里有一棵大榕树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游客和村民们都喜欢到这棵榕树下避避鼠 正应了那句话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在这下面吃上一碗刚做出来的豆花 那也是相当享受的事情 尝尝啊这刚才我们自己磨的体验一下 那味道是不是跟别的不一样啊 来来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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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这个料都有什么呀 肉末还有青椒 青椒 哎然后用那个擦油跟着一起炒 然后放上做料 好吃很嫩啊 都可以吧 我今天是坐在这个榕树下面很舒服 体验一下吧 是吧 谈天受力啊 吹吹牛 我看有的在这喝茶的 还有吃豆花 吃豆花 打打牌 这个也很养生的 是吧 春风祖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 到处都是石头山 而且还有好多溶洞 聪明的村民们不仅因地质疑的 在石头缝里种出了李子树 就连溶洞也充分地利用上 他叫赵宇龙 老人今年73岁 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同春风祖的其他人一样 他们家也有一片李子地 不过除了种李子 他的大儿子还开了一家酿酒厂 赵宇龙老人家的附近 就有这么一个溶洞 当地人叫它猫耳洞 由于溶洞里的气温比较低 而且温度恒定 所以老人便把家里的酒 藏在溶洞里 今天是老人家往溶洞中 搬酒缸的日子 老人的大儿子叫来几个朋友 帮忙一起搬酒缸 教堂就拿这个堂 对对对 这得装多少就好 一吨酒 一吨酒 刚出的新酒能卖多少钱的 一吨 一斤十多块钱吧 一斤十多块钱 一吨是两千斤 那是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对对 一二一 这就是我们的毛耳洞吗 这是什么耳洞 这下西岗的耳洞 这上面我还滴水呢 对 这就高了 这干了 这个地底的管子是什么 像蛇蝎吗 这管子是放 就是你拿了一个酒 你给你说 我发了一个纯酒的 输送酒的 对 慢点 这里面好凉快的 很稳很稳 这就是中午时吗 慢点 台阶 慢点 这是我们自己修的 自己修的 这里面就大了 破山开了 这么多 这有多少盘啊 就有三十多盘 然后最里面的 就是有说将近十年了 现在这个将近十年 有能卖多少钱一斤呢 三百一斤 三百 美金 那你这一个刚将近两千斤 那就是六十万 那你这个洞值钱了 赵大哥说 看起来好像洞藏酒很值钱 但也是有风险的 如果没有密封好的话 酒精就会挥发了 酒就不值钱了 所以每天都得来查看 酒坛的密封度 这是记者我的春风村 就是春风村 春风村 猫耳洞的藏酒 简称春风冲藏 请你注意看 自己写聪明好 也帮我们注意好 这是你自己写的 我瞧瞧我写的 你书法不错 不写 在我们准备走出洞口的时候 赵大哥突然把我们喊住说 要让我们尝尝洞藏里子 小庞来尝尝个冬藏酒的感觉 它的样子 这直接吃就行 感觉好 反正感觉好像比不是冬藏的甜一些 还甜一些 还有脆一些 脆一些 外面的凉 像从冰箱里出来 几十个 夏天吃的比较舒服 对对对 这成一顺 行了 喝不到那个十年的冬藏酒 吃是我们这个冬藏李子 老人说 家里的酒厂有大儿子打理 自己家还有一大片李子树 而媳妇们负责李子的销售 平日里他的生活 除了查看查看酒坛子 就基本不用干什么农活了 看着儿子儿媳这么能干孝顺 孙子们一天天的长大 老人和老伴觉得很幸福 今天是春风村一年一度的李子苹果节 举办苹果节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庆祝李子丰收 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游客 在苹果节上会评出红李子和白李子大王 哇 双料冠金 红李子大王 白李子大王 还会评出吃李子大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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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红宝石 山洞里藏的宝贝 一座石头山能够带来多少财富 眼睛浇花 眼睛吹气球 普通的花农卖花有何新花样 不能见人的蘑菇 端上餐桌的茶 乡土带您走进四川省军联县的春风村 看那里都有哪些新鲜事 请收看本期乡土春风村里的新鲜事 春风组由于卡斯特地貌的限制 里则是他们的支柱产业 而与春风组距离不远的中沙组 地形地貌却与春风组截然不同 村民致富的方法也不一样 大哥我看你们这个村 这个叫中沙小组 种的都是花吗这些 对我们这个中沙小组的话 全都种花 全都种花 那你们这个卖花 你们村谁卖的比较好 他卖的比较好 他卖的比较好 是他的花种的比你们好吗 不是花的一样 花都是一样的 那为啥他卖的好 就是他用的一个绝合 他的绝合你学不会吗 学不会 什么样的绝合啊 就是我们家花 就要用水来绝合 就要用符符符来提自己绝 老用眼睛去绝合 你们老个学都会吗 什么 你们绝合用水壶来绝 他用眼睛绝 对 用眼睛给花绝水 您听说过吗 我们的编导小胖 也是从来都没见到过 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是真的吗 给我 还能说话 就这样不行 出来了 张大哥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每次有游客 来到中沙族买花 他便把大家请到凉亭下 为大家表演才艺 一方面能够为大家带来欢笑 另一方面也能促进花卉的销量 谢谢 再跟大家表演一个结画 我这个结画是 用眼睛往水壁里面吐气泡 眼睛不光能出水还能出气 对 那你来试试 好 都是眼睛出的气 对 有什么技巧 我们能会吗 你可以试试 我也能出气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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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 你试试 你试试 对 你试试 口碧五步 张大哥这绝活 一般人还真学不了 有了这个绝活 吸引顾客 难怪张大哥家的花卖得最好了 不过人家张大哥说了 光靠自家的花是满足不了顾客的需求的 他经常会把顾客带给其他村民 促进他们的销量 这样大家就能够一起富裕起来了 中沙组的主要产业就是种植各种花卉 而春风第三个小组龙堂组又种植的是什么呢 来到龙堂组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大片的茶园 龙堂组的王大哥说 今天要带我们去采茶 然后给我们做一道奇特的美食 你知道这个茶园是干嘛用的吗 泡水喝吗 你泡水喝 你知道北方人喝茶 只知道是泡茶喝 它还有一个最好的问题 你是不知道的 我们这个茶园是原生菜的第一 没有农菜一点没有的 第二是原生菜的 最重要的它还有一个延延益寿的一个功效 延延益寿 对 我们这个茶园它才来做什么 做菜用的 做菜 对啊 你吃过吗 是配料还是主料 它这个是主料 茶也是主料 对 但是茶园做菜你们北方人吃过吗 北方基本不吃 肯定没吃过 在龙堂组 我们是不是家家 基本家家的种茶 现在一般像你一年能收到多少钱 要是作为茶园来讲 一年也不多 可能就是个20万左右 不是多少 20万左右 一年不多 对 20万 20万左右 你自己 我自己 我们这个茶园 现在按照我们普通的管理模式 一蒙朝圆的最低的存生是多少 6000块钱 现在我们整个龙堂组最少的10亩 最少10亩 最多的有100亩 100亩朝圆 你说每一亩朝圆 最近的水水路6000块钱计算 100亩朝圆该多少 60万 对啊 王大哥说 因为这两年龙堂组通过种植茶叶 村民们的生活富裕了 家家户户都购置了汽车 所以龙堂组的年轻人都不用干挪活了 都跑到山下的驾校里去考驾照了 这不是蘑菇吗 不要慌 不是 这不是蘑菇吗 茶园里面还长蘑菇吗 我跟你说 这个蘑菇和一般的普通蘑菇可不一样的 这我看就是不是毒蘑菇 不一样的 不是 这个蘑菇 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太稀少的 这叫什么蘑菇 我们这在斯川我们称之为叫三大菌 王大哥所说的三大菌 有些类似云南的鸡宗菌 因为丝成条后有些像鸡肉 所以当地人也管它叫鸡丝菌 由于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在当地也是比较稀少的 关于三大菌 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我听你们说 如果见到这个蘑菇 怎么必须要采是吗 必须要采 如果比如说这个蘑菇 你今天看见了 就今天你看到这个形状 你说不用采 明天整它 整到这我再采 不行 你今天看了就说明天早上 你来 没有了 为什么呀 全部都腐烂了 他这个 那不是说我们看到他 是说他看到人 看到我们的话 他有种灵气 不采他 对 我们看我们四川人的一个 比较不通俗的说 就是他这个是比较小气的 小气 对 就是今天你看到我了 你也不采我 自然就坏掉了 能够碰到这么稀少的三大菌 小胖 你可有口福了 采完茶 王大哥带我们来到了村里百岁老人的家里 王大哥说老人之所以长寿 就是因为爱喝茶 并且经常吃茶叶做的菜 何永青老人今年一百零二岁了 家里五代同堂 老人的后代们经常回来看老人 王大哥跟老人是亲戚 今天他来看老人 给老人做一顿饭 刚采回来的茶叶洗净之后裹上鸡蛋液和淀粉 下锅炸制 一道香喷喷的干炸茶叶就出锅了 这是老人最爱吃的一道菜 尝吧 在老人品尝炸茶叶的同时 王大哥又忙活起来了 这是刚才我们无意中碰到的三大菌 在做之前要洗净 洗的时候可不是跟我们平时洗菜一样 是有诀窍的 洗这个三大菌呢 用叶子洗的别的不行吗 别的不行 洗不了的 别的东西洗 它这个土是洗不起来的 用麻布什么的 手都缩不下去 必须用刮叶 是不是这个叶子比较粗糙啊 比较粗糙 它上面有种刺 上面有毛毛刺可以 对 必须有个毛毛刺 它能够到这个沟里沟菜里边 怎么能够全部洗起来 洗净之后的三大菌 用手撕成条 加入蒜 姜 辣椒 放盐调味 最后加上大油 下锅清蒸 这样做出的三大菌 味道鲜香无比 还能够最大程度的 确保营养不会流失 好 那个 大哥我听那个 您爷爷啊 他就说这个 他也知道三大菌 也喜欢吃 对啊 然后看你们是做好菜以后 一定要先给这个爷 先给他娘一点吧 先给他来一些 对 这哪里有毛 何用青老人 现在最大的幸福 就是看着后代们围在他的身边 看着他们一个个的长大成人 成家立业 尽管随着这几年春风村的发展 使得村子里的现代化气息 越来越浓重 但是村民们在某些方面 还是会保留祖辈们流传下来的习惯 他们也希望这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 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就像村子里的那棵大榕树一样 能够为后辈们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春风村的新鲜事还真是不少 我们的编导小胖 回来当时也跟我们说了 说这几年春风村的村民们 在镇政府的带领下 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 各自种植了不同的植物 不仅发展了农业 还发展了旅游业 农民们的腰包 如今是越来越鼓了 这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来越多了 好了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连续15天 天天有节日 泼泼有惊喜 骑着摩托 背着干粮 苗家人对赶坡充满热情 这里不光有盛大的卢生采堂 有激烈的斗马比赛 还有披着草衣 挂着面具的怪物 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疯狂的节日里 少不了色香味 俱全的美食 欢迎收看下期相图 大苗山下 泼连泼